各位好,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又是我CASA彭偉生 今天是9月15日星期四 港股經過昨天跌四百多點之後 今天的走勢相對比較平穩 主要受惠於美股沒有進一步下跌 而且市場開始將未來今個月的議息會議加息的預期 沒有之前那麼進取 因為之前大家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期望 在加息四分三里之外 亦都有人預期加息一里的水平 現在來說,加一里的呼聲減低之後 令市場的整體情緒稍微平復 而且亦都看到今早上內地方面亦都出了一些消息 當中包括個別地區 在廣州方面出了一些內房政策 利好市場對於內房股的看法 而且在人民銀行方面 將銀行的存款利率來說都是下調了 有助於穩定整體股市場 而走勢上,雖然這些利好消息都幫到市場做反彈 不過反彈力度始終不大 尤其當行至上星期五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升幅 當日來說已經升了五百點 但整體的升勢沒有辦法持續到 而且在昨天來說,星期三更加跌回頭 差不多完全抵消了所有的升幅 更加是落到一個回調以來的低位 不過都看回,其實近來來說 會不會做反彈呢? 指數沒有辦法突破20天的二龍平均線 都是令到我們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20天的確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位 沒有辦法突破底下,整個市是很難做得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反彈 我們看到指數也由低位 3月份18,235點升到6月份 去到22,449點之後 回調的幅度已經是 原廠抵消了這個升浪的61.8% 當黃金比率61.8% 是沒有辦法使指數回穩的時間 我們有很大的預期指數會向下示範低位 也看回一些比較短線的即時圖 我們留意到恆生指數十分鐘圖 我們看到在好幾次的指數 去到十分鐘圖的52龍平均線 都原本是一個不錯的支持 尤其是我們看回星期二當日 好幾次的十分鐘圖 去到52龍平均線都是肯彈的 但是隨著星期二的下午 逐步跌到50龍平均線之後 經過昨天一個急跌 落到低位 我們今天看到走勢在反彈的時間 都沒有辦法收穫到 這個十分鐘圖裏面的52龍平均線 似乎真的顯示著 投資者在反彈之中 都是偏向一個減榜為主 我相信最主要和美國方面 接下來是議式會議 大家來說 對加息的預期 仍然是未太清楚 整體的加息壓力 似乎還未完全消散 大家都是需要比較小心 尤其是要留意 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經濟數據去公佈 例如今晚來說 晚上8點半打後的時間 就會陸陸續續有更加多的經濟數據 當中包括公佈上個星期 是新生領失業救濟人數 市場預期大概有22萬6千人 是做新生領失業救濟 比起之前一個星期來說是要多的 除了這個數據之外 亦都要留意 合肺成的聯儲局的製造業指數 亦都會看回核心的零售指數 除了這些數據之外 亦都需要留意 要注意到8月份 我們在美國方面的工業生產指數 市場暫時對工業生產指數 環比是有0.1%的增幅 比起之前一個月來說是低的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亦都要留意到 未來會有一些國債拍賣 整體上這些數據 對於未來 美國有多大的加息空間 是一個多大的指標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這些資訊 幫大家做一個短線的部署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